来看一下Buyville一个好区就是中产街区 尤其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一个区的120万美元的房子 环境还是很不错 首先外面的话停车位对吧 平然后噪音非常小很安静 这属于中国人最喜欢的小区 然后从这这门进来你看到没有 它也没有门对楼梯 设计的话其实因为它是平层结构 所以说设计方面还是 虽然说老的还是符合大家的想法 你看左边是一个开放性的厨房 当然我们要花点钱把这个厨房改一改 然后外面它就自己这个房主 自己修了一个小的这个green house 温室增强采光 你看外面花园挺漂亮的吧 这个房子的好处就是采光好 安静你看面对这边都是大窗户落地大窗户 你从这个视频里也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好 然后这房子虽然说老但是我们走进来 其实加个天光的话采光也没有问题 这是主卧 我们可以看到主卧还可以看到山井远处的水井 利用率还是挺好的 因为每一个卧室还是比较大比较方整 然后我的客户的话信心不是特别足 因为感觉上会有很多人来抢 希望不会有那么多人抢 因为这个区还是挺好的 这个还是比较适合居住的 这个毕竟中国人的最爱的区就是这个区 你看我们大家再看一看外面 美丽的山井和漂亮的花 然后再看一看